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溫的台語要摸摸摸 台語是我們文化的報告 我們來讓台語夠夠夠 歡迎你收看台語講小書 坐在某某的旁邊 一樣是李鎮曲台語文教基金會 這行長丹峰輝老師 某某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吃肉不歡樂 是 我們這個台語講小書 要求大家用台語來說 家裡以外的事情 現在這個節目是越來越豐富 不然有看新聞還可以看外出 我們就趕快來看今天的新聞 前副總統魯秀蓮 從2014年開始推薦 合併中立港島 現在因為港島法固定定期 正期未曾有一些推電 港島法三特通過提案連數固定 只要有到選基人數 總數的1.5%以上 重要的是1,800人 就趕快到第二次大選案連數 總統公佈然後什麼營定 什麼時候實行的話 我們就可以隨時提案 順利的話就希望能夠 跟明年的縣市長 11月份的縣市長選舉一起合併 劉修蓮希望聽一下 要在日空100年 管市長選舉的時候 跟合併中立港島黨擁擠班 以合佑行政單位 四行設置不可以太多公佈 接吻不會付這個 通題性港島投票率的好機會 是說港島法雖然跟港島一樣 不只領土、國旗、國會改變 都不能用公道來處理 讓學者覺得 什麼跟教人公道打拓 只會換一個比較大的人而已 這個修憲不在其內 但是沒有排除自憲 變革領土 我們就來確立領土 我覺得這個還可以變通意義 劉修蓮又提出新觀點 因為領土、國旗和國會改變 是受限的贊助 不只民眾 原來可以提出自憲港島 港島法庫庭降機以後 政治界和學界 都希望民眾可以透過港島 保護我們的主管 決定國家的未來 民視新聞綜合佛督 這條新聞就是現在大家 討論得很多 就是說我們的公民投票法 現在受盡後的 如果魯秀蓮前副總統 他就說要來撒這個 中立公道 好兵中立國 好兵中立國 希望台灣成為好兵中立國 這個公道 這個公道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因為他還在照就對了 我們先來看這條新聞 他就說到 說我們現在公道法的 貨丁降機 貨丁降機 你對這個公道法的修正 你敢有很了解 對 普通知而已 普通知 主要是說 如果卡蘇對 直接民權的觀點來說 可以讓 接受人 連署就可以來 有第一關 順利來提案 然後再來 有一段時間 選團機 來接受更多人 來關注這個議題 有嗎 連署 然後 是不是就可以來辦 這個重要議題的公民投票 可以直接 讓人民來出來表達 這是很好 總是就是說 可能我們過去沒有這個制度 所以大家可能想說 這跟一般的 選民意代表 或是說選管市長有什麼不一樣 反省是不是 我們如果沒有了解的時候 人民沒有了解 就不會去助長就不會想 說要去投這個公道的這個導票 其實這很多人還沒有說了解 說這個公道法到底是在 無社會 但是稍等 我們如果後面 在公共事務作為會部的時候 會慢慢來來 稍微說一下 希望讓大家 會聽到這樣 我們來看說 這條新聞裡面 我們有誤到什麼樣的無數 有包括就說 留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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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也是一個說 代憂子代替的那個意思 就是說 我們如果尊重 他剛才的題目來說 我們如果教書 可以有留憂子多少人 來 代替多少人 對 可以來省安 再來就是說 剛才有說到 要吹電什麼關聯 什麼義題 當然我們之前應該也有拿去過 一般人可能說 吹電 總是就是說這個 如果是說要吹塞 要吹冬 用吹這個部分是 看是要用吹的 還是要用吹的 我們知道 就是說我們吹 就是說我們這個魚 本來古早是說 是另外一個意思 吹吹的那個吹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人 就是說 比較不知道吹 比較知道吹而已 那受到法務的影響可能是這樣 多少有 當然 雙劑 雙骨 這個我們都 比較會效的 就是說有一些口差 再來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當這個 來撒什麼樣的義題 就是 衣服和作惠差不多 就是另外一個用範 佛佑 佛佑什麼呢 當然就是佛佑 大家來關注 我們這個中台的義題 中台的義題 剛才有說到 到底是要收現的 該贊助還是說是 責任的贊助 對 這就是可以再來討論 對 我們看到剛才這個新聞頂 大家都覺得 我們這個 郊郎 只是為 所謂的郊郎 變得高郎 高郎 變得比較大郎就對了 但是 我們不用說 可以安慰大家 阿輝老師你覺得 我是覺得說 如果說這個公道法 公道這個工具 大家都覺得 沒有效應 對不對 如果是說我們先來 試一些 普通的 生外義題 試看看 大家知道這個公道 會重要性 之後 我們接過來這個 武中台 這個 我們最關心的 這個國名 國豪 這個時間性 我們可以對 新區兵 寫區的 好的義題 先來讓人民 普遍知道公道是什麼 是什麼樣的 好用的工具 這個官僚來 傳播來吹殺 所以說先拿一些 新外的議案 我們來 練習一下 這可能也是 一種的作法 是啊 可以說是這樣 好 再來就是看 我們現在開始 還有這個火車看 我們來看 今天的火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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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你撞去 總算要把你撞自己的電影 現在 等到時 大家台風片 大家撞 大家都嚇 所以 人家在說 一個人的主張 不但你們兩個人的輸入 所以今天請你們來 是希望你們 可以讓我一些意見 說我這支電影 應該是誰先幫人做導演 先幫人做主角 好 所以這段技術 我們看到 裡面說到一個主角 叫 一個人主張 不但兩人輸入 那個 後面還有字 變形 不但兩人輸入 不但兩人輸入 這句是什麼意思 老師 對 你要主張什麼 你要說什麼 這是主張 現在說輸入 一般就是在說 科路 研究 是後面的意思 意思是說 一個人的主意有沒有 影響可能沒想到 那些 都方便 都圓的角度 你怎麼可以有不一樣人 當然這兩人是一個譬如 不是說一定兩人而已 三的人 四的人五人 怎麼可以 對 比較多人來科路 來研究 可能會有更多 沒辦法的角度 會想到比較主張 是這樣 主張在決定事情 可能會更好使 這樣 兩人 五達 兩人輸入 好,來 我們再來看 第二處的那處 阿嬤 才不像你說的這樣 因為這支魚 湯得油洗洗 他做魚 根本是會享受 待他現在打招呼 在哪裡還不知道呢 你不要聽別人在塞浪 喂 男人在吵架 你男人在吵架 我就是在說你 你剛才買樓山 我就看你在這裡 手來手去 阿嬤在說金屎雅 說沒有一刀 小姐的心 就在這裡敲一刀了 哪有這麼多好事 你想要塞浪大 跟阿嬤做庭 讓我自己 站著關山看買燒炭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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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著關山看買燒炭 對 意思就是看兩邊 在修繕也好 在修煮完也好 不然我的事 有可能他們兩邊都中心 都沒有製造了 我再再來 會看有什麼東西去找 大部分是都說這樣 不過我們現在 有修工 有不同的應用 你看要用在哪裡 你如果說要用在我們現代社會 我們也可以說 要用公道 座縣什麼議題 我們都沒有要去關心 沒有要注意 跟別人都沒有我們的事情 這樣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公民投票的時候 會決定的事情 感謝到每一個人 所以說我們不能站著關山 看買燒炭 我們要落去 倒燈 躺來躺去這樣 要出來回票的意思 好這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看 我們今天這個公共事務做會部 大家準備來幫某某領包 這回要來說很困難 給公民投票 希望某某說之後 大家聽到 我們現在就來 講過之後 就要來公共事務做會部 大家要快把某某領包 今天要來講的是這個 公道法不要贖的問題 很困難 這個公共事務做會部的時間 大家都要來看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是這個 公道法補账的這個問題 好 今天要講一下 大家要來講一下 整個某某某某某 我問到很熱烈就是 公民投票法在立法院 已經收證過了 有收證就表示進證也有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 到底過去的公道法是什麼樣的形 來看公民投票法 其實公民投票法最早以前 是差不多25年前 是郵政立法委員副董營賢師 也是我們民事創辦人質 他可以拿出來的一個錯案 還經過10年 2003年的時候 公民投票法這裡的價關 以前的公民投票法 大家覺得本來是要讓全民 可以實施公民投票的管理 但是以前的公民投票法 他有這個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這叫相利益賢 什麼是相利益賢 就是有兩位利益賢 這兩位利益賢 我們先說後面這個利益賢 這就比較簡單 就是說你拿到投票的人 會暫行的人要有超過利分之益 就是要價半數這樣可以價手 所以說這個利益我們就覺得合理 但是最重的就是 他頭前還有另外一個利益 這個利益就是說 你以前如果你要價手的 這個賢丁就說 你拿到投票的人也要有所有的投票人所的利分之益 就是這個賢丁太價格 所以說以前的我們都說 這個公民投票法是一個交郎公道 說到這裡你可能聽到不太有 我們現在來記一個例子 我們知道在2004年的時候 我們有辦公一個共法國宏公道案 這個情形是怎麼說呢 那個時候我來看一下 有745萬人取回票 745萬人裡面有651萬人說贊成 哇這是很高的對不對 不是說利分之益 已經超過高勝的人贊成 但是這個案結果 它是沒有價手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它頭一個利益 這個賢丁賢不賭 你就覺得說 哇這是真的是很難過的事情 所以說他這個大家就知道說 以前的公民投票法 真的是一個交人公道 我們來看後一張的利益 現在公道法已經修法統計了 賢丁已經抗議了 要怎麼抗議呢 我們來看 因為公道法要抗議 也是有很多聽述的 包括你要先提案 還要先提案 再來就是剛才說的 2分之益2分之益的賢丁 我們來看現在抗議了 以前如果要提案 要選舉人數的百千分之五 現在降罪萬分之一 所以說現在提案就比較簡單 賢丁比較多了 再來就是說這個動議票要超過不動議票 這很簡單可以理解 再來就是說這個最重要的 剛才所說的 這個相利益的制度在新的公道法裡面的 賢丁賢丁 以前是說要2分之1的人 要出來投票 但是現在不用啦 你只要觀察說 這個動議的人要選舉人數4分之1 這樣就能夠結束了 我們來看後一張的利益 其他還有什麼收盡的事情 這大家都討論得很熱熱熱 就是說有些行動是沒辦法用這個公道來處理的 譬如說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國名、國土、國旗、丁丁 這些都沒辦法在這次公道裡面來處理的 因為他說 這些事情我們在憲法的修改的時候來修改就可以 這是大家覺得說 這樣說起來 現在這個新的公道法也是一個 嬌籃 由大嬌籃 由小嬌籃 所以比較大的嬌籃 這樣而已 再來就來看 新的收盡 有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就是說 以前你要來公道 要找很多人來跟你聯署 都找不到人 現在他的規定說 這個主辦的單位 你就要設置電子系統 可以讓這個插頭的人 就有人來聯署 再來就是以前 行政機關都不可以辦公道 但是現在行政機關也可以來辦公道 有很多國黨的立場 譬如說國民黨就說 是不是可以辦這個 限制制度票 就是說 你沒有回到你的高雄 還不可以投票 結果這條 結果就是 可以 但是要辦在全國性的公道 我們這裡可以來用 這個限制制度票 再來就有人說 是不是 這個 中國跟我們台灣的這個 政治參選 是不是也要公道 之後可以來參選 這條就沒辦法了 所以說 他說要這個東西 放在 中華協議 這個 條例裡面 來處理就可以了 所以說 這回公道法的收盡了 很多人就說 也是一樣 沒辦法讓我們來 可以來決定台灣的爭執 也許沒辦法直接民權 但是 怎麼說 我們台灣的民主 也是再進一步 所以說 接下來 我們來 共同來灌溼 這個公道的工具 之後慢慢來 就來為我們台灣 介紹來打招 好 這就是今天 公道法保證 接下來就要來請 阿飛老師來捏包 好 來來來 捏包的時間到了 來歡迎 阿飛老師來跟某某捏包 這次 這個 有些是過去 有出現過 所以也不算新的錯誤 慘了 怎麼會這樣 都該不會嫁來 來來來 老師請 我們比較慣系 保山 保山保海 我們過去 這我又說不對 慣系保山保海 保山保海 對 保山保海 因為山到海 都是我們算是說 環境很適合的東西 不需要 公用文言音那種東西 因為文言音大部分 都在說比較抽象 或是比較不是 生活最適合的東西 是 再來在說到說 我們的這個 這個 說到 不好意思 最早是有我們這個 民視的創辦人 你說做創辦人 創辦人 要變音 他那個彎條是班 後面有人的時候就創辦人 創辦人 再來就是 你有時候說貨店 有時候說貨店 還有聽書 這過去就出現過了 有一個字 你可能有時候說到比較慢 就可能就創辦人 就是那個 幸福 你當然說說幸福 不過就是那個夢 你有可能創辦人 變成幸福 幸福 像那個創辦人 要比較切斷 這是一個第一名 入生的日 再來 那個 不在籍投票 我們說 缺食者的投票 這是因為那個食廚 就是說食 如果後面有日的時 是會變掉 所以這是 缺食者 不是缺食者 缺食者 哇 這個變掉好像很困難 主要這種書 我們不經常說 所以一般 這算是我們要心俄 是 是 對 還有一個書 它是 有的人說 文言有的人說 八卦音 就是你剛才有說 公菇 這個 有人說 公菇 其實是兩個都有人說 公菇 因為其實我們本來 沒有在用這個書 我們一般都說 家事 或是說 跟考菇的講法 我一定說用這個 這兩字和字 是 所以 有人是因為 這個用文言音來處理 是ok 好 我們來看 這回有什麼 我們可以來學習一下 好 我們 這個字也是 一般我們可能 考慮比較不一定有在說 說食禅 要食禅 什麼樣的理想 食禅什麼事情 這個音 它的禅是第七聲 食禅 食禅 後面有理想 什麼什麼想法 就是食禅 什麼 這個要變成 要變成 好 再來就是 會有什麼樣的 很不得力 或是很理經的 我們會說很難過 難過 難過 這就是 也是一個 我們可以學起來的書 再來就是 你要 高價什麼 或是要價算什麼 我們可以說高算 高算 什麼 就是說我們這回這個公道 我們來高算一下 要多多票才可以價錢 是不是 高算 高算 還有說到說 創作到福冠 這是福冠 是複雜的福 決定的冠 同樣這個書我們碰是比較沒有用台語說的冠 所以我們說黏一百遍 福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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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冠是這間對法律的部分 對不對 我們說來看 一張的禮咖 對 再來 佛冠 這很聖的 剛才那個 福冠 剛才是低音的 現在這個長音的 有兩種就是說 有人帶有平音的 有人帶沒有平音的 如果有平音就是 福冠 福冠 如果沒有平音就是 福冠 福冠 就像腮後把比那個 那個音 福冠 或是福冠 剛才是 福冠 對 是是是 沙雕不一樣 對 再來很多人會帶這個 俗音 所以俗音就是一般人帶不對 不對 但是大家都 很流行 大家都有關係這樣說 就是這個 必勉 必勉 要講 必勉 不是必勉對不對 是必勉 俗音是必勉 正確是必勉 是 來再來看 後一張的離開 好 再來就是說 要公道 當然越多票越好 所以要 扣人 扣人 所以扣是寫這個漢尼 是 這大家可以扣來 可以學起來 再來就是 欠食 折票 欠食 折票 再來 這個兩岸 兩種公法都有 有人說 要用文言音討 如果說 那個 因為海海報報 我們很了解 博位 他們很慣 所以說 兩岸是比較多 就像說八月音的比較多 如果兩岸都要八月音 就是兩岸 兩岸 你如果說兩岸就是 兩岸就等於說 文言音會打發 然後又配八月音的發 這樣啦 所以這兩岸都有人說 這個兩岸我們來 吐槽一下 是我們台灣跟飛利賓 也算兩岸 當然 跟日本也是算兩岸 這樣啦 再來是會扣冷 就是說這個法律已經扣得很冷 是 冷這岸我們也可以學起來 是 我們來看今天的這個宗餐 這個宗餐 說 自己在一張 比較好看別人 在一張什麼 在一張什麼都可以 在一張手 在一張什麼 在一張粿子 自己在 比較好看別人 意思就是說 我們就是直接 實行 我們人民的這個管理嘛 所以我們公道啊 其實就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我們對什麼義大 有什麼樣的 這個主張的想法 就自己去實踐 自己來參與這個公民投票 對 如果這樣 大家都畫聲出聲 表達自己的看法 你如果覺得說 什麼樣的制度 我們想要愛 我們會哭一些人 我們來公民投票一下 自己在一張 看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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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擔別人 來洗這個法 這樣意思 好 所以說 我們今天 講到這是 公民投票的 這個補充的問題 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在這裡 感謝我們的阿虛老師 謝謝你 我們來 後禮拜 吃個快樂麟 我們在吃個快樂麟 等我們 分享 郭文化 店員